虾仁炒蛋在我家餐桌出性率很高 难得这道菜两儿子都喜欢 基本上每星期我都会买一斤虾放冰箱里 自己包的虾仁吃了放心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虾仁炒蛋的做法步骤 一、主要食材 虾仁、姜片、葱、蛋 二、起油锅 先把葱姜炒香 三、然后放入虾仁炒至七八分熟 并调味 加入少许盐 九、四、起锅放入打散的蛋液中 五、另起锅加油 将蛋液和虾仁淋入锅中 六、炒至蛋液刚凝熟就出锅 瞧瞧我们 虾仁的水分要沥干 炒的时候才不会出水 我家做的这个虾仁炒蛋有些过老 因为蛋如果没有煎焦黄 儿子不吃 软嫩的在他们的意识里是没熟